他去質疑中選會的監票人員 不就是在質疑中央 質疑民進黨 那是不是候選人應該要去跟蔡英文總統哭訴 希望她介入 現在所提到的內監監票 它保障的不只是候選人之間的公平競爭的權利 更是民眾需要保障他們的選票能夠被公平公正對待的權利 以及他的每一票跟其他人的每一票 都是公平的狀況之下去投下來的權利 這是市民的權利 拜託盧市長 你是市長 你要對市民的權益做最充分的保障 這是重點 所以重點不要跟我講說其實也沒有影響等等 現在跟我們反映對於這個議題非常焦慮的 就是全台灣以及台中市第二選區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對於這裡的焦慮是覺得侵犯到了他們的權益 他應該要提的是政見 還有對地方的願景還有未來的建設 但是他到現在還是這麼的不認真 那他去質疑這個中選會的監票人員 那中選會是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 李靖勇他們的開會結果來做辦理 那所以不就是在質疑中央嗎 質疑民進黨嗎 那是不是候選人應該要去跟蔡英文總統哭訴 希望他介入然後呢指揮李靖勇 然後呢來符合他的要求 那中選會的規定我們所有的其他的候選人 都是一屆平民我們只能遵照辦理 你也不會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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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這就是 李靖勇 你 感谢观看